说阿难又问佛陀,说佛啊,在我们印度这么多的有六个大臣,你为什么偏偏会选在这个北方乡下,比较没有人去的,而且是一个外道主的地方视线涅槃呢? 佛陀就说啊,阿难啊,你不要这么说,我已经有六次在这个地方视线涅槃了,当然这视线涅槃有它的因缘,所以各位刚刚进来的时候啊,外面有两棵树,那佛陀说,我要在梭罗树下,那么头朝的北面,那么来视线涅槃,阿难啊,你要为这个事情, 准备啊,所以外面这个梭罗树的树叶,各位将来,或是等下出去啊,也可以如果有剪的话,剪一片啊,它代表圆满,代表什么呢? 念下来,常乐我敬,我们身在这个世界是无常不敬,无我的,而且不安乐的,这样子的生命,但是佛陀的生命啊,已经达到了常乐我敬的生命啊, 所以佛陀就视线在这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佛陀到吉斯纳罗的时候啊,也召集大众,跟大众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入涅槃以后,那各位呢,所听闻到的修学佛法都要,跟我念下来,入于经葬,不入于人, 就是说,我们所修学的佛法,那么要跟经葬相应,如果以经葬相应而符合规律证,我们就接受,不要听人说而已,那简单来讲,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当然那个时候啊,大众还没有证到阿罗汉的,那个时候大哭啊, 大涅槃寺又称作卧佛殿,就位于居师纳罗浮书的树木之间,在一片空旷中,一座白色的建筑,处立其间, 走近时,隐隐可以听到里面传来的宋经声 清纯,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武器,海涛法师带领着大众来到大涅槃寺 一入大涅槃寺门内,一砖平稳而握的佛像,不偏不已的映入眼中 这是为了我们这群无法升职佛式的佛子们,所设置的一砖六尺长,包裹着金黄软布的卧佛像,摇曳的烛火点亮了幽暗的大殿 我们这群无法没 О DE ! 也不是我这群无法传ac的大上面 这群无法门的人,第二群无法幻owany 南母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耳边围绕 很难不去想到 当时围绕在旁的弟子 是用什么心情 面对佛陀生命烛火 熄灭的那一刻 法师未还沉溺在佛陀 入灭悲伤中的大众开示 超越凡情的见地 灭除了我们凡夫 还陷于佛陀生死的喜乐烦恼 得到佛陀法性常驻的情发 佛陀世线远期了 但是如果各位看到 佛陀世线远期的掉眼泪 那是不必要的 因为佛陀的远期就像 常乐我尽一个大快乐 圆满生命的成就 该哭的是我们 我们自己还在贪嗔痴 还在执着着世间的八法 还在执着着世间的感情 家庭种种 而不愿意精进求证 体现无常 所以到佛陀的涅槃像以前 各位就要发愿 愿自己也赶快能够正入涅槃 完成空性的体悟 完成成佛之道 广度众生 这个才是正确 所以我们每次来这地方 就在佛前求忏悔 愿消除我们的贪嗔痴 更恶业 愿我们也真实发起一个 成佛的菩提心 这样来修行 和得到佛的加持 不过各位也要知道 佛陀的身体的硬化 虽然涅槃呢 但是佛陀真实的生命 法身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佛陀的法身是永远常住的 永远之法 只要你的内心里面 思维的佛陀的教法 佛就在你的心里面而视线 随时在加持我们 当我们在入菩提道 弃地修行的时候 佛随时就在你的心里面 不断地在给你加持 让我们一地一地的 乃至最后圆满佛道 这就是佛说了 当他硬化身体涅槃 但是他的真理的生命 永远就安住在这种 寂静的光明 佛光普照 一切众生 所以他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 但是我们要按照佛陀的遗教 精进的求证 也来成佛 广度众生离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细语 没有散心扎话 卧佛殿中的每个人 都不忍将视线 从佛陀身上移开 来自各方的圣号赞颂 是一种牵引 将佛弟子带回佛陀的身边 二月十五 不单单是我们中国 这个冬去春来 也是我们印度 百花盛开的季节 百花盛开的季节 在这样一个 所有生命 复苏 乃是满清欢喜的时刻 我们本思佛陀 给我们视线 无常的到来 就像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啊 我们的人类文明 前所非有 前所未有的这样发达 当我们陶醉在 武蕴的幻花当中的时候啊 这些空花当中的时候啊 当我们痴迷于此 而不知反的时候啊 我们的 终归的海淘法师 带着我们 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来到了 现在的 Kushinaka 佛经理所的 居师纳罗 佛陀涅槃地 就如 我们 终归的上人所说 我们 不应该 为佛陀而流泪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 无名 坦诚 而惭愧 应该为这个世界的 暗民的众生 乐不知反的 六道轮回的众生 阿瓦奇 佛陀 为我们走出了 一个 离苦 得乐之道 现身 给我们证明 一八项 从凡夫而成道 这里 不单是佛陀一生当中 教化 弟子最少的 也 像师父所说啊 这里也是 外道最多的 佛陀 来到这样一个 陌生的地方 身边仅仅有 几位弟子而已 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个 堪忍的世界 是一个 需要忍耐的世界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哦 这是一个 需要忍耐的世界 要去观察 他的本性 产生我们的觉悟 然后有忍耐的力量 安住于这个世界 磨练我们自己 也来唤醒大众 所以佛陀的 涅槃 称为不生不灭 是进入真理 向我们视线 一个真理的 这样一种现象 大众围绕着佛陀 贴上金箔 在佛前献上灯烛花朵 为的是平复心中 不见如来 金色深的遗憾 始终如新的 佛陀涅槃像 或许也是一种 启发 在佛陀 入灭的今天 佛陀的金色光明 来自于佛弟子 同心协力的传承 让佛光 永恒光明 照耀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离卧佛殿 约1.5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直径约40公尺 高度约10公尺的 红砖土丘 这就是当时佛陀 土匹之处 也被称作 兰巴尔塔 2500年前 佛陀最后的话语 至今仍然鲜明 犹如初树林间 穿透薄雾的晨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而彼舍身 佛舍身相为主 我愿皆乃至我一世 那新经就是佛陀真实的法身 真实的色力 所以佛陀说了 虽然他肉体已经涅槃了 但是呢 我们修学的人要入一经账 就是要依法 所以只要符合缘起 信空的教法 都是佛陀的法身 我愿而彼舍身相为主 以法大大抹 按知事家 赌 понял 绕塔 特别是绕佛陀的色力 那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除了消无量也障 更很旧世间法 尊贵外乡庄严 而是有智慧 站在出世间法 也是涅槃之音 站在无上佛道 也是菩提之本 所以我们佛弟子 都会来绕塔 特别是代表佛陀 肉身佛化的真实设立塔 法师带领大众绕塔而行 并开始 如何将供养的心意 化为实际的行动 以花一般美丽的心 庄严世间 用烛光般的灼灼智慧 照亮人心 磨合般若波罗蜜多 磨合般若波罗蜜多 我想我们供养佛陀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体悟到 我们的佛性 法性 所以磨合般若 就是大智慧 波罗蜜多 就是能够圆满成半 离古得乐到彼岸 那什么是大智慧呢 就是圣生的智慧 就是要了解 这个世间一切存在 都是相对恶元 对立的存在 那么离开了彼此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或一个法单独存在 所以凡是存在的 都不能够离开 原因条件 外在的事物而存在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谓的法存在 所以一切缘起法 都是无智性空的 能够如此 就能够看到真理 所以我们 无明告诉我们自己说 有一个我的独立存在 所以就会产生了 自私 我爱心 而隔离了别人 甚至伤害了众生 所以佛教里面的 箭一行 我们叫这种缘起 无我的正知见 了解了一切的存在 都是彼此依靠的 而且一切的存在 也不能够掌控 变化无常的 所以对存在的 一切法不执着 但是对存在的一切 众生却充满了爱 因为万法皆空 但是因果不空 众生苦永远都存在 所以有这个缘起的正见 要消除烦恼 更起了一个大悲 不害众生 进一步普度众生的行为 所以我想佛陀是做一个 生命的典范 让我们看 我们同样也是人 那我们要活出 我们真正的佛性来 不要让我们的佛性 沉迷了 睡着了 所以我们用了贪生 吃着这样子的烦恼 去造作了种种的欲望 恶业 而让自己生老病死 不断的轮回痛苦 如果我们用了我们的佛性 摩合波罗波罗密多 那我们了解我们跟众生的密切的关系 所以唯有一切众生 皆离苦得乐 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安顿 所以佛告诉我们 要活出这个真理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肉身 那一天 那么也会根据个人的因缘果报 而涅槃 乃至得癌症 乃至死亡 但是我们必须留下一个真理的生命 那么生生世世 为了这样子的誓愿来感恩帮助一切众生 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所以对世间的一切 各位要淡念无常 圣物放逸 如果我们起了分别贪生吃 那就是放逸了 你在怎么样的努力 如果是执着了我相 还是世间八法呢 这个都不是努力 这反而是造业 所以要精进求正 我们要正的空性 要圆满我们的菩提心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 所以我想我们同样是人 那伟大的佛陀活出这样庄严的生命 那我们应该要学习佛陀 来生起这样子一个真理的生命 到达下榻的地点 放好行李后 大众又抱持着欢喜心来到广场 其心合作呈现庄严的火供诗诗会场 不论是服务的准备 灯光的架设 竹法台的布置 四处都看得到热心 以及诚挚的身影 一天朝圣的行程下来 心灵丰收的富竹 在傍晚火供诗时 以及师父的开示中得到延续 我们在圣地 来实践佛陀的教法慈悲 更是殊胜 不过我们每次在 不管做什么样的修行之前 都要保持一个正念跟动机 那么正念就是 虽然我们要帮助众生 就是因为体悟到众生轮回的苦 那对自己 就一定要发起一个 决定离苦的决心 那么我们也必须经常去思维 轮回的种种的痛苦 所以因为我们的无名 贪爱造业 而造成了不断的生死轮回 那么一切众生皆是如此 所以这个世界 那么真实的有地狱 轨道出生到无量苦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处理痛苦 那么按照佛陀的教法 俘获圆满觉悟 而且得到了离苦自在 福物在咒语 经文的念诵音声中 化为浓浓的烟雾 祝愿苦去众生 也能和朝圣之旅的行者一般 得到身心的安顿 优优独播剧场上